《燈火蘭山》這部故事原本是想拍一個喪偶的故事 但在此之上我想加一些影像上可以代表香港的東西 所以最後在這麼多東西之中就選擇了《魏紅燈》 我也特意抽了一個星期去學怎樣去彎 例如很簡單一個籠詞怎樣寫呢 籠詞有很多彎的 怎樣去學懂這個彎 另外對自己有一種對《迷紅燈》的情懷 我只是學了幾堂課 所以當初我燒的時候 我剛開始的時候我只可以燒到可以彎 你轉的時候如果你撕得太厲害太緊張 它就扁了 這個都試了很多次才做到 所以當導演希望我燒在腰前的時候 我真的笑到這樣全場拍手掌 其實在正式開拍整部電影之前 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做《魏紅燈》的資料搜集 再去回同一個地方就發現原來它已經沒有了 就會覺得好像有一個好朋友離開了自己 這樣的感覺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其實是一路這幾年 都是一個《迷紅燈》清拆高峰期 因為每一天都會聽到新的新聞新的消息 有《迷紅燈》拆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不要等了 我們盡快在我們主要的拍攝期之前 我們就已經開了機 走運港九新界去捕捉一些極有可能清拆《迷紅燈》 其實《迷紅燈》在香港逐漸被消失 而它對我來說就是代表一種美感的消失 可能大家會覺得美感只是靚不靚很簡單 但背後它殞藏的就是一個萬工出細貨 或者做一件事過程裡面的重視 我們作為創作的人 尤其是做電影的人 我們總會相信有何辦法 可以將一些影像留下來給我們下一代欣賞